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忠誠 我今天跟各位聊一個話題 這個標題上面寫的 當權不用過期作廢 這是我在老屋管理學裡面會講的這個東西 那我把它放在散裝心理學 因為我 昨天 我點了一下 我看我自己講的那個 廈門遠華紅樓案 槍斃了十幾個高幹 然後又 關起來 大概徒刑吧 判長期徒刑大概有幾十個 好像上百個吧 那這個是中國大陸的 一個最大的弊案 遠華就是那個 賴昌星案 那我看了以後 我又說感覺因為我在大陸 經營工廠的時候曾經大陸的 那些商人 他們常常會講一句話 就講說 當權不用 過期作廢 也就是說你現在是站在這個總經理的位置上面 如果你的一旦不在這個位置上的時候 你就沒有這個權力 當然這個是本來就是這樣子 你在那個 有那個位置才有那個權力 那權力跟義務 當然是要對等的 可是你在那個位置上難道 你就是說你就可以為所欲為 可以坐姦犯科嗎 這個當權不用過期作廢 這就是一個道德考驗 中國大陸現在不是在那個樹灘 那個少黑嗎 當然也還少黃 因為那個黃賭毒這個東西都是 就是孫生三兄弟 那這些東西 就是它有高 有那個很高的那個價值 像那些中共下馬那些高官 各個都是這樣子 包了二奶 包了N奶 一大堆的 通通都陷於這種狀態 就是過不了這個金錢關 過不了美人關 實色性也就是他們的 他們的這個 唯一的伎倆 那那個 剛剛講那個 那些那些 那些商人想要搖動你的時候 你在那個位置上 如果你把持不住的話 甚至於我們可以看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很多軍人 貪污的軍人 不管是拉法業 或者是什麼以前那個 那個什麼慶富案什麼的 軍人其實是最容易腐蝕的一個人物 因為他的那個視野非常之狹窄 他很容易就被人家三片兩片 就騙到神社場所去 就像拉法業那些案子 那個什麼太太那個 仲介的那些人 灰金如土 讓這些軍人拿的很很 拿一些薪水 現在軍人已經代表改官了 如果在以前的話 很多人因此這樣子做監 甚至於被槍斃都有很多 我看過很多那個公文裡面 批的有槍斃的 還有無期徒刑的 還有長期徒刑的 等等等 各個在軍人各個階級 各個單位都有 各個兵種都有 可見的是 威武不能去 貧賤不能贏 富貴不能贏 這三個儒家最重要的一個 三達德 我可以這樣講 因為我們常常以這個為致力 也用這個來教育員工 尤其是教育一些幹部 絕對不能被人腐蝕 自己公司裡面可以辦一些 那個K歌活動 甚至於我們都有設備 你在場區裡面 你就可以玩 免費的 但是你不要出去 也不要去找那些有粉味的 因為那些東西都是聲色場所 都是是非之地 遲早它會讓你身敗名裂 甚至於還要鑼鐺入獄 那這種例子真的是不勝美局 如果在台灣沒有力量過的人 你跑到那邊去的話 一跑到大陸去 馬上就淪陷 很多人一聽到我在大陸工作 馬上都問你 你現在有包了幾個奶 或什麼 每次問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都想吐口水在他臉上 我說我包了一匹馬 騎馬 早上天沒亮去騎馬 我常常講 我說我是一個很古怪的人 這個放著這個三奶布包 你去騎什麼馬 你真的是騎馬嗎 人家還懷疑了 我是真的是騎 Riding horse 那剛剛講那個 我看到那個 夏門遠華那些槍斃的人 每一個槍斃的人 我都覺得人頭落地 我都要鼓掌 Good 非常好 最有應得 那再來我們看看那個 薄熙來那個案子裡面 也有很多人也是 也是這樣子被槍斃了 很好 非常之好 東北也有 中國大陸如果不用這種 強力的手段 去壓制這些貪官污吏的話 他就造反 但是不是只有中國大陸有呢 印尼也有 泰國也有 那個印度也有 幾乎 除了新加坡吧 因為他有那個 連鎮公署 香港以前沒有連鎮公署之前 他貪的一塌糊塗 現在中共介入之後 恐怕這種 當然這種官商勾結 那如果你反正跟有關的 這個官也是警官 跟警官 像那個武藝探長 就是這種例子 那黑道跟那個探長 根本就是航瀉一氣的 那台灣是不是好像也是這種情形 我感覺到現在台灣的這個氛圍 我今天是說要錄這一集 就是要跟 讓民眾們 國民們 注意一下 我們在這些 這些在台面上選出來的這些民意代表 還有那些政府的那個高官 乃至於總統好了 那總統在在指派什麼行政院長什麼監察院長 一大堆的這些這些 全部都變成他們一幫人嘛 他們會不會當權不用過期作廢 就在那個位置上面 他就拼命那個 我覺得現在能夠制衡政府官員的 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小老百姓 根本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 也不知道他們到底在那邊浪費多少公帑 像以我們眼睛很銳利的看到的情形 跟其他的人講 其他人他根本就 根本就萌然無知 那只有一種 要制衡這些傢伙的只有一個方式就是 媒體 就是媒體 所以那個蘋果日報有點經營不下去的時候 我就慷慨解囊 立刻慷慨解囊 我是覺得這一定要讓他撐下去 因為台灣如果沒有蘋果日報這樣子來 揭發一些黑幕的話 那台灣的政府早就淪亡了 可以這樣講 那很多的那些人 今天還人模仁樣當總統府發言人 結果明天被人一揭露 知道原來他是一個不堪的一個營棍 最近下台了 下台之後人家還要繼續鞭施他 因為什麼 因為他在位的時候 當權不用過期作廢 他現在是作廢了 他自己請辭 然後我們立刻獲准 他現在下台了 不是你下台就了 你在位置上是怎麼樣 我曾經講過 我曾經看過一個海軍的一個少校 年輕的少校自殺 他的遺症在那邊講說 說他好像人家告他說 好像那個貪污了兩百萬吧還是多少 然後是因為他好像在外島 在他的業務範圍裡面是做 好像做福利社還是什麼吧 反正就是他的長官叫他簽名的地方 他就簽了 結果最後人家來查的時候 那上面都有他的簽名 所以等於是罪證確鑿 他就要被判 那個時候應該已經沒有所謂軍法審判了 已經應該是用民法了 但這個軍人因為封閉環境 他不了解他這個罪不至死 結果他為了以死明治 結果就自殺了 留下他的那個年輕的太太 跟他兩個幼小的孩子 我在海軍總院看到那個靈堂 看到那個太太每天帶著孩子 在那裡擰箱子 在那邊哭在那邊哭訴 然後兩個小孩也猛然無知的 不知道他爸去哪裡了 什麼原因他都不知道 這樣給那個孩子 幼小的心靈裡面 就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陰影 他的父親雖然在外島不是陣亡 而是自殺死的 死的原因是因為涉嫌貪污 那這個也是軍人 就像比如說上一次那個漢光演習 陸戰隊那個66里那個交艇登陸作戰 船翻了之後淹死了幾個人之後 那個訓練官居然 那少校訓練官居然自殺死了 在營區裡面 那我是覺得說 其實他們這些如果用現在的那個刑法來判 後來就說沒有人有罪啊 那個現在已經檢察官已經結案了 沒有任何人需要負責 那這個燒校訓練官為什麼要自殺呢 是不是因為他自殺了 所以才變成這個檢察官 這個以那個無人 無人可以 無人應該負責 解案 這些這些東西我想都值得 因為軍人它是一個封閉的環境 他所說的教育 沒有這個法治教育這回 也不懂得法律 也不知道如何力爭 全世界軍人都是這樣 服從嘛 只有服從命令嘛 Ob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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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Obey是英文 服從的意思 那OK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所以那些軍人 你看他自殺了 我是覺得說 他為什麼不力爭 甚至於找媒體爆料 直接把這個他的長官給捅出來嘛 因為他 我曾經也講過 韓國有一部電影叫做忠誠 忠誠 就是在講這個事情嘛 講韓國的一個 一個一個 韓國國防部 的採購 採購弊案 那個這個 一直上通道 到那個 國防部長吧 之類的人 那些人都是 都是這個 都是這個 貪污鏈的上端嘛 結果最後他 想要 想要由他來這個 這個這個 扛責任的時候 媒體幫了他大忙 結果把這事情捅出來 這個導演也已經去世了 我是覺得說這個 韓國人敢演的 台灣人不敢演 中國大陸人也不敢演 中國大陸比較大的那個 這個作為就是以前有一個叫做 以人民的名義的連續劇 電視連續劇 收視率極高 那就是因為在講貪 訴貪的事情 那些貪官一個一個被 被被被被被捕的事情 還有講他背後的那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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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陰謀詭計是怎麼施展的 那我其實我個人認為 你有千條妙計 我有一定之歸 那就是怎樣 如果你遵守了儒家人的三 那三達德 威武不能驅 貧賤不能移 富貴不能贏 那所有的在你眼前的 該你取的你就取 不該你取的 非法的任何東西 不管是那個男女關係 金錢 那個財物 通通雖一毫而不取 我吳宗成就是這樣子的 所以當每次當那些那個 那些商人 大陸商人來我面前晃蕩的時候 都會講這句話說 你為什麼把關要這麼嚴 我說我本來這就是我的本質學能 我把關嚴的話 我才有辦法 才有更多的盈餘 我才能夠跟公司裡面 交代說 我經營的績效 有數字 可以查證 不是我嘴巴講講 或者是用文字 要用文字美化 那是我的專業 但是我現在不用 我是用數字 有數字可以看 而且有可以直接來 請那個財務的人 從台灣調過去來查 來查賬 來查一切的東西 我的經營的績效 通通是有目共睹的 那至於說 有的人講說 你的那個營業額這麼高 那如果有兩成的利潤的話 那你不是就發了嗎 你還需要什麼薪水 那講這個話的人 我是很想把它給開除掉 那些都是什麼 站著說話不腰疼 的那些典型 而且是忌妒別人的努力 那那些人講了 因為他並沒有在我面前講 所以我也不能 雖然他可能打了小報告 或者怎麼樣 在耳語或怎麼樣 那我沒有在我面前 如果在我面前 我立刻就告他 他可能在我的老闆面前 有意無意的放了一些話 所以老闆也會找一些財務的人 來查帳 隨時歡迎你來查 你有多厲害 我這邊完全都是公開透明的 完全公開透明 隨時都可以來查 隨時都可以讓你得到滿意的答案 明確的答案 可以這樣講 那根據什麼呢 根據就是 剛剛前面這個片頭講的這個 當權不用過期作廢 因為這種觀念 有這種觀念的人 就是貪官污吏 因為這種觀念的人 商人就是要搖動你 就是要用純究美人來搖動你 你如果完全不動聲色的話 你完全不會受一點絲毫影響的話 他再在你面前晃 你還是用貨比三家 該標案 你都按照正常的 而且你都有記錄在這邊 所以沒有什麼圖利他人 或什麼樣 任何一種可能被污衊的理由 都沒有 這就是我覺得說 我看到那些被槍斃的人 什麼的 我對他們是一點也 不但不加以同情 我還有鼓掌 人頭落地我鼓掌 為什麼 因為你在位置上的時候 你就操守就被人家給贏了 因為你富貴就能贏了 那貧賤不能移 你就移了 那還有什麼威武呢 還有人會威脅你嗎 威武不能屈 威武是因為你現在的權材 你有權利 人家用各種方式來刁難你 你都要堅持住 你的基本立場跟基本原則 這樣子的話 你做起來 做起事情來 講幾話來 都是跟槍有力的 那如果說 有的人是滿口人意道的 實際難道女倡 那個東西遲早都會東窗事發 那我當時我要求卸任的時候 我們公司想說 你先休息一下 我們派那個管理的人 階層過去 過去還要看看 仔細看看你的帳你的運作 結果一看以後發現到 非我不行 因為我用軍事化的管理 已經把一個公司 從無到有的建立起來的制度 如果我不去處理的話 沒有第二個人能處理 結果就用種種方式 要求我再回去復位 我說我已經休息 不再出山 因為我一離開之後 人家立刻把我以前所有的規矩 全部給打破 為什麼 你八點鐘上班 我是七點四十五 七點四十 我們集合 中間還有一個早鈔過程 有人講早鈔要付錢 因為我是八點鐘上班的 可是人家以前是八點鐘上班的時候 是找人帶打卡 他還在宿舍睡覺 然後睡眼心中跑過來 早飯也沒吃 什麼都沒有 然後就跑來這邊 在我的領導之下的時候 這些人第一個就會被我 全部開除解雇 接著大家發條上井之後 我一招一招的引進 那等到我說 我要卸任的時候 有人來接 但他不敢交接 我說不敢交接 我仍然把帳全部放好 切斷就在這邊 斷袋死 下面就由你來接 那個人也不敢接 那他只敢作威作福 他不敢接這個任務 因為他接不下來 因為他根本沒有任何這種經驗 在大陸的管理經驗 是一種很特殊的管理經驗 跟台灣是迥異的 你必須要適合那樣的水土 你才能夠 否則你水土不服的東西移植過去 是沒有用的 是一種無效的做工 但是基本上來講 如果說你的心沒有辦法 能夠像剛剛講的三達德 威武不能去 貧賢不能贏 富貴不能贏的話 你根本就這種人不能任以高位 中國大陸的幹部也是這樣 台灣的幹部也是這樣 而現在台灣的幹部看起來 講的一些東西都 因為現在人已經名字大開 不會那樣容易受騙 比如說 現在說要開放有瘦肉精的牛肉 豬肉那個進口 以前是嚴格把關 不准這樣的東西進口 那現在結果 後來我看到一個 好像是施明德報 他還寫在報道上寫了一個 在媒體上發表一個他的看法 他說此一時也彼此也 以前是以前要嚴格的 嚴格的把關是因為 當時我們還有國家 還有一點點錢 現在的情形是因為 美國不賣給我們武器 如果你不讓國民吃點這個有毒的 這個牛肉的話 豬肉的話 那美國不會賣那些武器給你 你有錢你也買不到武器 所以他們美國的那個國會 是因為有商人在裡面運作 所以你想要買這些新式的武器 飛機大炮什麼的 坦克什麼 飛彈什麼 他不賣給你 但是你讓這些畜產進來之後 他就賣給你了 那這個就是施明德的說法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好笑 那我們的國民能不能看這個呢 還有一個更好笑的就是 某某某院長說 他可以示範給大家看 每天吃多少片的那個豬肉 豬排 說你看我吃了我都沒事 這些政客的這些行為 幼稚的行為 我都讓我覺得非常好笑 我記得有大概不知道幾年前 好幾年前或者十幾年前 我忘了 台灣有個搞傳銷的人 他們說有一種生菌 就是養在一個大瓶子裡面 它會一直增值一直增值 就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太歲 它是一種菌體 那個菌體是活的 它會增值 然後你把那個菌體給它切掉之後 拿起來泡酒喝 說可以增加什麼長命百歲之類的 增加體力增加什麼玩意 就是那些迷信這些東西的人 他就賣這個東西 結果有人買了這個生菌之後 發現到它那個瓶子裡面 除了那個白色的生菌之外 那出現一個黑色的 像油污一樣的東西 很噁心的 那個黏得像鼻涕一樣的東西 結果他們就是要退貨 那個公司說那個東西不是 沒有毒 那個東西就是這個生菌 怎麼怎麼樣 他要想解釋 可是他又不是學生物化學的 他根本不懂得這些東西 這個菌類是怎麼樣一回事 他只是一個傳銷公司 結果那個傳銷公司的那個 就是他的上限 那個人好像當時大概 大概算是上限裡面比較高的吧 一個年輕人我還記得 因為人家攻擊他的時候 他就在那個媒體召開記者會 他當場把那個用那個勺子 把那個瓶子裡面 那個黑的那個黏不垃圾的 那個像水溝裡面的那些 那些那個那些那些 那些浮油 撈起來之後 當場把它喝下去 哎呀 噁心的鑰匙他喝下去 他說 你看我喝下去 我沒事 你不妨每天來每天來採訪我 我既不會嘔吐也不會怎麼樣 我就吃下去消化掉 所以這個東西是不但無害 而且而且有益 只是他顏色是黑色的 這個其實我就想 我就想到以前有一個笑話 有一個行銷學的笑話 就是說 有一個那個公司的一個員工 那老闆非常器重他 從他從一個跑堂的 然後給他晉升成經理 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那個那個那個 有人來找茬 就在那個蛋炒飯裡面 抓了一隻死蒼蠅 丟到蛋炒飯裡面 然後蛋炒飯吃了快吃完之後 突然叫那個那個跑堂的來說 你來看一下 大聲嚷嚷說 你這家很不衛生 你看看這個盤子裡面 有一隻蒼蠅 有一隻那個蒼蠅 結果那個那個那個 他想要引起那個餐廳的那個轟動 讓人家注意到這一台 結果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跑堂的 從遠處跑過來之後 一看說 啊什麼事啊 你說啊這個啊 那這不是這不是蒼蠅 這是豆豉啊 這是那個我們廚房的那個 那個師傅給你加的一個豆豉 他一把就把那個 那隻蒼蠅拿起來 丟到嘴巴裡面吞下去了 蒼蠅是一個很髒的東西 充滿了細菌的載體啊 他直接把他吞到肚子裡面去 為了這個公司的 為了這個餐廳的名譽嘛 那那個丟那個蟑螂的那個人 他想都沒想到 對方會用這一招 這個這隻蒼蠅是我帶來的 我丟到這個 那個那個那個 蛋炒飯吃完之後 我丟到這邊 本來想要勒索的 結果沒想到這個店員這麼激緊 一下子把他當著 一下就把危機化解了 那老闆在那後面一看 哎呀這個人厚生可畏啊 可以造就啊 所以就從一個跑堂的 把他升成那個經理 管理部經理 那這是一個笑話 我剛剛講說 那個生吃那個 那個黑色的那一堆 骯髒東西的那個傢伙 我想這個傢伙 後來那家公司倒閉了 倒閉是因為人家一直 一直一直一直在 就在在追蹤他的那個產品嘛 所以這個產品很多的 經過化驗 他根本沒什麼用處 不可能這個長命百歲 不可能治療百病 結果後來那個公司就倒閉了 倒閉了之後 隔了好多年之後 結果剛才喝那個浮油的那個家伙 在另外一家 他成立另外一個傳銷公司 把傳銷的技術 全部移植到 成立了另外一家公司 然後也不知道賣什麼別的東西 反正這些傳銷的人 就是一張嘴嘛 就像地視台賣貨的那些人一樣 就是狗仙門簾全葬一張嘴 結果到了另外一個地方 因為他當頭了嘛 當老鼠頭了之後 他賣的東西之後 他又出疲漏了 又被人檢舉 然後結果又上媒體了 這次人家媒體訪問的時候 一看那個鏡頭 一看這個家伙不是就以前 當中吃那個浮油的那個王八蛋嗎 所以那些政客說 我現在一天要吃幾片這個豬排 我都沒事 就跟這個喝浮油的人 有什麼兩樣 有什麼兩樣 那些廈門遠華被槍斃的人 跟那個在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發言人 在新聞局長的任內 在那個新聞局的那個辦公桌上 在那邊玉女四名 玉女是一個很很很文雅的一個古文 玉女 簡單講就是 他把那個局長是當做炮房 這麼一個炮兵 他去當炮兵會比較 比當新聞局長 當總統府發言人要好多了 這樣的一個人 一個私契公用的人 有些媒體說他叫公契私用 我看他是私契公用 他那個東西 讓很多很多女人 普私語錄 至少讓五個女人吧 有四個是小三小四小五 還有他還有一個離婚的老婆 一共五個人 他很厲害 能幹嗎 這些東西都是什麼 當權不用過期作廢的典型廢物 所以我想說 這個如果說要一個公司很好 我看很多 我看過很多那個 在大陸看很多台幹 一到大陸就淪陷了 馬上就陷入那些 我想這都跟他 他沒有所謂的基本教義吧 也沒有什麼 道德觀有關係 還有他這個拉鍊 褲子拉鍊拉不緊 這個也是有關係 腰帶也記不緊 這是操守上直接就有問題了 如果說你在你自己的生活 你都不能夠 所謂私領域都不能控制好的話 他能夠會在公領域有什麼表現 我是深表懷疑 就像現在政府任用一些男不男女不女的 人家有的時候故意跟他講說 什麼什麼女士 其實他是個男的 長髮皮肩的男的 像這些妖魔鬼怪以前 都不會在政府機構裡面出現 那現在怎麼會 這個親面獠牙的一堆人 在我們的政府官員裡面出現 我們的政府的那個 那個領導的這個團隊裡面出現 這都是讓人匪夷所思 跟需要好好研究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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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 以上吳仲晨跟各位分享 這是大陸人教我的一句話 就叫做當權不用過期作廢 所謂當權不用過期作廢的人 如果信這個的人就是廢人 你應該要自己有一把尺在你的心裡面 你隨時做事情都要無天而所生 不能讓父母蒙羞 不能讓你的家人蒙羞 不能讓你的子女蒙羞 這是基本教義 像那些槍斃的人 他們對他們的子女如何交代 對他的家人如何交代 他根本當時在享樂的時候 他都沒去想這些東西 都是為了原來的一點銀頭小利 一點一點純久美人 就把他給勾到那邊去之後 越陷越深越陷越深 以至於最後 該槍斃就槍斃 該該該該 該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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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 感谢观看